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雕塑家是来自意大利的Marela Grasti 她的雕塑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体居多 这位艺术家拥有古典学跟语言学的背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在她的另外一件雕塑作品上 看到这个背景为我们带来怎么样有趣的一个作品 我们就看到Marela Grasti但拍摄作品 Marela是一位高院的藏工师转身和金融机的完食 她派着她想念成为色系列运过的石工 丶综以及研究 另一个派着iov Marcela By坚持了商工业 是一位知性的这个意业性实力 们在自 chairond cuid的同学 在2011年 从2015年 她曾经在纽约、德国、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就像艺术博物与加拿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雕塑作品 它的名称叫做《圣女》 它的典故其实来自于库克女先知 这是古代的一位女先知 它的原型被艺术家重新雕塑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形体 这位女先知她手上其实是拿着一本预言书的 这本预言书其实它是有寓意的 就是在它的典故来源上面有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她其实把字体都刻上了 它其实是象征着一种祝福 就是希望出征的战士能够平安的归来 而且不只是预言书而已 它的首饰其实也是一种祝福的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图片 它的名字是《聖宿》 所以我们看到右手 我们看到一个姿势 然后这个姿势是祝福和祝福 所以从另一旁 我们看到那是《圣女》的词书 然后有些词书 我们已经证据它在英语 所以让我读它 它说 你会去,你会返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